目前,河北省桌州市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。 8月12号,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, 河北省桌州市的大型综合医院均已正常接诊,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在有序恢复诊疗服务。 桌州泛阳医院所在的雕窝镇,是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。 洪灾发生后,该院一直接收着自发来到医院寻求帮助的受灾群众, 这些群众来自医院周边的18个村, 在泛阳医院门诊楼门前的广场上, 已经搭建起爱心救助驿站和暖心抑诊医疗点。 灾情发生以后,我们医院在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, 已经积极地复工复诊了, 我们是从8月6号开始已经全面恢复接诊, 目前已经接收了248名受控群众, 在医院进行吃住还有治疗。 除了给受灾群众无偿提供食素以外, 对于有基础病的群众, 由医生护士每天给他们检查身体, 根据实际情况免费提供药物, 有些群众的情绪有些低落, 医护人员会及时地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抚。 今天我们还有42名受困群众在医院居住着, 我们也是考虑在他们家里收拾完之前, 一直可以在这住着, 我们也是尽全力地做好他们的生活保障。 在桌州市一家快递公司, 员工们正在分解来自转运中心的2万多个快件, 这是该公司复工之后的第一批快件, 是桌州市最早恢复运营的网点之一。 8月6号开始,公司开始恢复供电, 在第一时间咱们也是对设备还有三轮进行了一遍的检修, 对整个场地进行了清淤和消沙工作。 8月8号开始,我们已经开始在陆续清理库存快件, 我们主要配送的区域是市区, 市区大概有90%的地区可以配送, 主要还有一些受灾比较严重的小区, 驿站和街道要根据恢复速度来进行开通。 在这次洪灾中, 桌州市不少快递公司都受到较大影响, 部分快递网点存在被淹, 快件受损等情况。 当时库存件一共有3万多件, 受损程度达到60%, 不同程度的受损, 咱们后续会根据这个面单上的具体信息, 由客服来跟客户沟通, 根据咱们快递条例和客户意愿进行理赔。 在生活用水方面, 桌州市主城区共有备用水源井63沿, 已开启60沿, 日供水量约6万吨。 在桌州市一厂区, 一辆大型制水车正通过机井抽取地下水, 地下水在车内经消毒, 过滤后转变为可饮用水, 向另一侧的应急供水车输送。 从灾情发生后, 我们也积极地践行社会责任。 那么从8月4号开始, 我们把公司的四眼自备井进行了开通, 为整个城区的生活治水, 提供水源、电力设施, 以及治水100多人的后勤保障, 以及日常的生活休息这些的场所等。 那么到目前为止, 已经治水是1000多吨, 为城区2万多人提供了生活用水, 目前还在继续进行治水, 那么直到城区的供水, 满足生活需要的位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